大毛熊元宝 28号上午 欢度三岁生日 元方送上特制蛋糕 立刻动手品尝 这次元方特别设计 以冰块为基地制作的蛋糕 加上葡萄 红萝卜 奇异果 甘蔗等 希望让元宝吃得开心 平常会做动物训练的时候的一个奖励品 比如说葡萄啦 奇异果啦 猫熊喜欢吃的 当然还有甘蔗 大毛熊元宝在2020年的6月28号出生 是第二只在台湾出生的大毛熊 目前体重约95公斤 高兴比小时候更稳定 有耐心 今天也是元宝首次独自过生日 两岁半时开始独立生活 先前的生日都是有妈妈陪伴度过 终于可以看到 他可以吃蛋糕 会开心啊 因为就是 他今年又大了一岁 有惊喜感 小朋友都说觉得他长大了 让他今天一整天心情都很好 祝福他生日快乐 一到早就有许多粉丝 特别到动物园帮元宝庆生 嗆着拍下他可爱的模样 在许多粉丝的陪伴下 相信元宝今年独自庆生 也能留下愉快的生日回忆 继续听见晨天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让我增广见闻 家世 国世 天下世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总握每日时事 与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世 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世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 开启 扫铃铛 继续听见